王麒麟躺著 林洋側身 一陣一反 醒規再度重現 黃金 南雙 林洋配拿下金牌 深還原當初東京奧運兩人的慶祝畫面 在巴黎再度重現 也讓球迷好嗨 畢竟這回已經是 林洋在奧運的最後義務 兩人手牽手上頒獎台 還比出臉頰愛心 能再次站上頒獎台 然後又可以讓國奇哥 在會場去做播放 我們真的覺得非常的感動 那一刻真的是有哽咽 黃金 南雙 搭檔已經六年 拿過十個冠軍 從2018年顧搭之後 2019年在國際賽就拿下冠軍 2021年泰國賽事三冠 還有東奧的金牌 只是近三年狀況不佳 只拿下一冠 多少還是會去想說 為什麼我們沒辦法 再公開再拿到好表現吧 當然我相信每一位運動員 都付出很多努力 沒有人想要上場輸的 其實一開始兩人也不是顧搭 李楊一開始跟江玉瑋 2005年改跟李正輝 到了2008年年底才到土鷹跟王麒麟 而王麒麟2012年開始 先後跟烏孝林 田子傑還有陳中仁 2014年下半年才跟陳鴻林故搭 在南京市井賽摘同 而這回發文 謝謝大家也有陳鴻林的身影 陳鴻林從搭檔變成教練 見證林洋在創歷史 雖然中國南雙傅海峰也有連兩屆奪機 但是搭檔不同人 這回林洋配是跨界十二連勝 首隊完成衛冕 協下歷史新頁也訂造難以超越的里程碑 TVBS採訪團隊在法國巴黎的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跟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Owin TVBS大運動家跟運動家跟運動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